是個好消息 我們喬一家 還有第六位新常人 這次來的是一隻讓貓 超愛撒嬌 過來就撒嬌 你看 你看 就這樣 隨便人家亂摸都爽 摸哪裡都好 你看牠 很多年前呢 我其實就很想要養貓貓 我先說 我自己的女神貓是 灰色的綿衣貓 我就也沒有很想 特別去買一隻我喜歡的品種貓 我就是一個很看感覺 然後又很隨緣的一種心態 剛好前陣子主動心 開了一家收養中心 而且那間收養中心很漂亮 我會知道 也是因為很多時候會去外面洗頭 剛好美髮店的老闆收養了兩隻狼狼 他店隔壁開新的收養中心 就想說只是去看看而已 牠們的貓就是都很親人 我摸了幾隻之後 最後摸到現在收養這隻 是因為我摸牠 立刻跟我翻肚肚欸 太誇張了 立刻問那個老闆娘說我可不可以收養牠 我就準備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迎接牠的到來 貓貓專用的除臭 還給牠買了個墊子 朋友推薦我說就是這個是最不臭的 五粉塵但是聽說還是會有一點點 咖啡混合毛沙 這個是貓貓的喔 不可以喝喔 知道嗎 我要先用愛的擁抱 還有這個 把它用愛的抱回來 這樣應該就很安全 出發 來接牠了就是這裡 這個是那個浪貓中心喔 主要受養中心只有一個老闆娘 牠就是只賣寵物用品 來去照顧這些牠救援跟受養的浪貓 在那裡 寶貝 妳好棒 妳好棒 來接牠的東西 來開吃的丼干 很緩慢的出來 小小王妳先不要靠手 妳看妳看妳在生氣啦 她們要先找一個地方躲 對 那邊是狗狗的妳不要去那邊 還試著警告你啦 你不很天真的樣子 不見了 她不見了 在這 人們是飲喝 喔 她嘴巴張開了 她的臉很舒服 她在打她見了欸 可愛 不知道正常吃東西 幾乎叫整晚 沒摸她就叫不停 她還在熟悉環境 但是就真的已經非常的傻叫 然後就開始倒下來 什麼地方都可以摸 你看腳 摸摸都可以 又來了 我們要好好相處啦 這種東西就是已經都帶她去 接渣打過疫苗 看她狀態是健康的 然後就移送到她新開的地方 一人一邊 目前最接近的相處 很想要去偷吃 毛毛的東西 要很小心 還是自在起來了 還是自在起來了 看到小鳥了嗎 還蠻喜歡看著風景的 你看起來像一團麵粉 像什麼鬼 翻什麼鬥啦 一翻就 原分排山倒海而來的那種感覺 她們已經有先給她取名字了 名字叫做愛愛 我想說也不要變太多 所以叫她小愛 受養中心就是會 跟收容所那邊配合 然後會有視察的人 要看就是我家裡的環境 她們都覺得我家裡 非常適合養她 這麼快就坐到我面前了 這麼快就坐到我面前了 很會討摸欸 這就是我們家的第六位新成員 到底為什麼要給我翻賭 這個就是緣分 貓就是會自己選主人 好吧 很開心遇見她 謝謝